龙凤甲合作社举办年度社员大会 还有联合丰年节庆祝大会 会中表扬了优秀模范农民 感谢农民这一整年来的辛劳 也经由这些农民节活动 不仅可以推广花莲南区优质的农特产品 还可以增加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 及推动政府政策宣导活动 龙凤甲合作社4月29号举办年度社员大会 即联合农民节的庆祝大会 会中特别表扬优秀的模范农民 感谢农民这一年来的辛劳 龙凤甲合作社能够在国内 有一定的知名度一定的地位 我要好好谢谢金方厂长 因为为什么他潜力支持二话不说 但是大家都一直以为他只在意 错了罪税给我们的移动 罪税给我们的社员 年来龙凤甲两职豆米运销合作社 协助各产销班从组织 行政产品分级和包装到通路争取而努力 从2021到2022年协助文旦用农 成功开拓新加坡的市场 品质受肯定订单增加一倍 仅有这些农民节活动不仅仅可以推广花莲南区最优质的农市产品 更可以增加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及推动政府政策的宣导活动 介绍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